大家好 我是肥婆 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开箱一个非常简单的料理 不需要配菜 只需要主角 就是我们的牛奥连五股鸡腿牌 这个也是老板的热销商品之一 这上次肥腿开箱的时候竟然没有留给我吃 想必它可能是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就来料理它吧 这个我已经有先解冻了 可以直接料理了 来 先热锅 其实是不需要加油的 所以我又把它倒出来 只剩下里面一点点而已 因为我要先煎皮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鸡腿牌给拿出来 然后皮的部分炒下 因为皮的部分煎下去 它还会再出一点点油 所以我们就是皮的部分先下去 这个调味真的很香耶 这味道都调好了 已经不需要任何的调味了 好 哦 真的很香 很像什么呢 很像我们去吃牛排 那个里面的鸡腿牌 哦 一下子就恰恰了呢 好 我们来先给它翻面哦 哇 整个就是 看起来很焦很香啊 所以层皮真的是太罪饿了啊 这整块都没有骨头耶 这整块都没有骨头耶 只有这边有一个 鸡腿的那个关节 就这一块骨头而已 其他全部都是肉 好 骨头 好了 差不多啦 骨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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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差不多啦 好咯 我们就直接进入试吃时间咯 先吃一个原味的看看好了 我先吃中间这一个 哇 你看它好juicy哦 下面都是汁耶 我先吃一口看看 哇 你看它好juicy哦 嗯 嗯 很嫩耶 嗯 这个皮煎得有一点酥脆 嗯 好嫩哦 你看它里面的鸡肉 好嫩 这个边边的肉一定比较扎实一点 这个一定也很好吃 嗯 真的耶 好吃 我来加一点柠檬看看 嗯 加了柠檬整个感觉都不一样了呢 多了一点点清爽的感觉 嗯 好吃耶 嗯 鸡腿真的好嫩哦 有人不爱吃鸡腿的吗 应该人人都爱吃鸡腿吧 好吃好吃 再吃一口 嗯 好吃 而且它不会辣耶 欸 应该算不会辣吧 有辣的那个味道 但是它不会辣 而且它的味道腌得很香 新香料很香 好吃 嗯 真的好吃哦 下次可以买来吃吃看哦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结束了哦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要打开小铃铛哦 那我们就下次开箱见哦 拜拜